这些四只有圣贤教育 只有佛经里面讲得清楚 讲得明白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特别是在先前这个时代 怎样趋及避凶 灾难来了 许多人来问我 我们怎样应对 有人在准备粮食 怕大灾难来的时候 想到没有吃的 没有穿的 没有水喝 都在预备这些东西 这个事情重不重要呢 我们不能说不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 最重要是把我们的念头转过来 要真正忏悔 要真正改过 这个重要 我们真正忏悔改过了 从今之后 断卧修善 改邪归正 断正心念 这个灾难就可以平安度过 到时候 这对我们的美食 这都是我们的搞不 MARK 到时候 没吃 会有人送给你吃 这是鲜跟鲜的感应 中国古人说 人算不如天算 修善极德要紧 这个才是治本的办法了 人不知道修善 不知道极德 灾难来的时候逃不过